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一陵日电桃园机场华行道日前被网友批评冒将破损,交通部长鹤陈旦今天接。 受宝岛联播网专访时表示,工期预估可提前半年完成,预计民国一百零九年上半年完成华行道整治工程。 桃园机场华行道被网友批评冒将破损,桃园机场公司日前表示,正分阶段。 整件,预计民国一百零九年底完成,届时可彻底解决华行道道面的问题。 交通部长鹤陈旦今天接受宝岛联播网主持人简鱼燕专访,将桃园机场跑道维修形容是穿着衣服改衣服,他说明,桃园机场已经起用四。 零年,平均一天有四百架飞机起降,目前只能尽量在晚间维修,但因停机平空间不够,部分飞机在华行道调度,因此施工范围有限。 赫尘旦表示,原本预订整修的华行道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原定一百零九年底完工,现在希望至少提前半年,也就是一百零九年上半年完工。 他也强调,整修工程绝对不会影响飞安,编辑,试验飞,唐生阳一百零七万零五百一时。